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珍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珍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大家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找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啟礦液,平競掣,反網步 好,今節我們就講一講這個 大陸 大佬要硬吃你,你有得出聲嗎? 早前 馬克龍和索爾茨 歐盟兩大大佬就說,我們要共同強硬回應美國 不過 今天歐盟的官員就說 我們其實 都是沒什麼辦法 無能為力的 當然啦 錢 你又好像不夠他多 實力 當然跟美國有差距,軍事上都有差距 還有你要 鬥智鬥勇 好話不好聽 你跟這個 老狐狸 拜登去鬥智鬥勇 拜登的樣子就是微辭目線 但是 做起 惹上來 厄了你都不知道 不是開玩笑 現在他就是 現在他就是 當然馬克龍就很快會去美國 各大媒體就猜測 這次阿龍哥 會不會幫我們爭取到什麼,可以抗爭到底 加上德國總理去都不行 是不行的 其實拜登是什麼 他們歐盟的 不公平補貼 就是拜登 簽署了的 降低通脹法案 包含了 巨額的綠色 技術補貼 這個補貼 就令到歐盟相當不高興 因為 這個補貼他們就說是 不公平補貼 當然拜登 他用的字眼和你一樣 說我們吸引投資而已,不是搶 吸引而已 有什麼錯 其實 各大媒體就覺得 其實歐盟可以做什麼 可不可以減少自己的傷害 我們看看拜登 入主白宮 意味著 美國和歐洲的貿易關係 在特朗普主政時代的動盪之後 進入了一個穩定期 但是 現在 美國和歐盟之間的和睦關係 受到嚴重的挑戰 當然 更加有可能會出現貿易戰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就是出在 這項拜登稱為 有理情卑義的立法 就是降低通脹法案 這個法案 包含了3690億 美金的綠色技術補貼 為了 吸引 企業到美國投資 當然 歐盟方面就說 喂 你們這樣 是在損害我們歐盟國家的 工業基礎 你不夠吸引而已 剛才說到明吸引 是的 亦都說是違反 世界貿易組織規則 雙方 其實有一個巨大分歧 雙方成立了一個聯合工作小組 來解決分歧 但是 貌似就沒有什麼作用了 在官員 對發生重大改變的可能性 重大改變就是 想著拜登 是可以養一大步 對不起 基本上歐盟的官員 是持悲觀的態度 華盛頓會不會考慮歐盟呢 我們看一看 不過 大家明白 是嗎 應該 是 沒錯 歐盟可以做什麼 歐盟抱怨什麼呢 拜登政府 在8月 通過了 降低通脹法案 令他成為了法律 拜登 你要記住他自吹自擂一番 這個法案是美國為了應對氣候危機 而採取 最為 積極的行動 其實都挺激進的 那麼當然他當然說 其實他是拿了一個 叫做正義的旗號 高舉道德高地 他說 我為了應對 氣候危機 喂 你們好啊 全球氣候危機 不行啊 好嘞好嘞嘞大佬 大佬真好嘞 是的 高舉這個旗次你真是吹他不掌 吹他不掌 雖然歐盟 對於壓制碳排放的努力表示歡迎 你可以不歡迎嗎 但是 他們強烈不滿 這個法案包含的具體措施 就說這些 喂 你不公平啊 你的補貼不公平的 你這樣就等於 叫歐盟那些巨企是落户美國 喂 你們好大優勢啊 他現在不是整個巨大優勢啊 你做什麼 你真好笑 他做這些 措施出來就是為了自己有優勢啊 你難道拜登 要將自己變成劣勢啊 叫歐盟企業你不要去啦 留在歐盟啦 不是那麼有志吧 歐盟的貿易專員 東布羅夫斯基斯 為這些措施對於歐盟的汽車 可載生能源 電池 還有能源密集型的 行業 構成了巨大的歧視 例如 面向電動車 的買家 有7500美金的補貼 每個人都想要吧 太吸引了 現在 僅僅限制於 主要採用北美零部件 並且在北美總裝的汽車 為什麼我們歐盟 總裝的沒有 因為你不在北美 哈哈 這個你真好笑 因為你不在北美 歐盟委員會就主張 美國這個法律 的五項措施 應該 應該是想一想歐盟 而且 他們就說 美國 法律當中五項措施創建的稅收底面和補貼 包含 明顯歧視性 的 國產含量要求 那些零部件 為什麼都要來自你們美國或者墨西哥或者加拿大 因為他 都是回歸一個問題 他是要 幫助本土的企業 歐盟就說 這種做法 你們違反了 世貿的規則 歐盟就希望 可以獲得跟墨西哥和加拿大一樣的優惠 頂你 美國那麼多盟友 個個要優惠 抗通脹法案就等於沒有 而且你沒忘記雖然歐盟都是製造很多汽車 其他兩大製造汽車的國家 亦都是美國的小弟 南韓出聲可以嗎 日本出聲可以嗎 他肯定 出聲的話 我還給你 那就不用了 西班牙的 貿易大臣 文迪斯 我們就很擔心 我們將會看到大量的歐盟企業 流向美國 我們也看到拜登的這個法案 對於歐盟貿易和投資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我們還擔心 對歐盟產品進入美國市場 都會有巨大的不好影響 那麼究竟剛才說的聯合工作小組 不是說要解決方法嗎 行不行 到今時今刻為止 看不出任何可以解決方法是來自這個小組的 那麼美國國會 以 最微弱的優勢通過這個法案 阿哥 他這麼辛苦才過到 他會為你有收過一次嗎 肯定不會 其實當時 當時 參議院 因為現在 就 更好了一點 這個民主黨我們說明的 他還多了議席 但是當時 50對50 最後是賀錦麗投過一票才過得到 現在你說 他不是過得到嗎 你收過的時候 你怎知道 到時如果有人倒過呢 他不博的 周老頭那麼辛苦才過得到 對周老頭 對民主黨沒有好處的 他不教的 對 如果你讓了一步 我相信共和黨的人開始打你 喂 你那麼軟弱的 你是不是為美國人的 那麼 當時是賀錦麗在參議院投下了關鍵成一票 所以呢 進行重大的修訂可能性幾乎是零 他們不會將自己那麼辛苦才可以通過的 法案 是 再次過多次的 不會的 另外歐盟的外交官也都說 我們收到消息就說拜登 是不會 再將這個法案 是提交上國會的 拜登 到此時此刻為止 都是對這個立法非常滿意的 是的 他整天看的 他沒有理由 會打自己臉吧 一一看結果 對不起 做得不好 給一些機會 你們歐盟 不會 如果是的話 他早就已經寫進去 拜登政府 現在 必須起草 實施這些 措施的細節 但是 歐盟的 官員也都說 白宮 還未 在 這個法案1月1日生效之前做出任何的具體改變 其實剩下一個月你說他會改變 不會啦 不會啦 你八月份又過了 四個月 你又不是第一次提出來 現在剩下一個月他不理你了 雙方至今 還未是討論所有的問題領域 而僅僅是專注於電動車問題 對於歐盟來說 一個希望 在補貼 條文當中可能存在的一個漏洞 就是 商用車輛 不必在美國組裝 就有 這個 資格獲得7500美元的底面 但是商務車輛 一般來說 是家庭賣得多些 商務車輛是否永遠都比家庭用車少 當然這個是漏洞 但是 美國可能到時又可以倒死這個漏洞 又是 共和黨的人看出來 雖然他的細節沒有改變過 但可能他改變就改這個 其實上星期 上星期五的時候 布魯塞爾的 各位歐盟官員 尤其是 貿易官員已經說 他們希望最遲在12月5日 就可以找到具體的解決方案 還有幾天了 老闆一個星期都不夠 哈哈 你自己想 到時美國 和歐盟會舉行 下一次的例行貿易和技術委員會的會議 歐盟委員會已經說 如果談判真的沒有結果的話 就可能將這個問題提交給世貿 但是世貿一仲裁就要幾年 有鬼勇 那時候要走的要簽的都走了 沒錯 這個 將會為歐盟採取報復性行動 例如 向美國 加徵關稅 開闢更大的空間 但是 這個過程 提交加起來也要一年 之後再要仲裁要幾年 而隔於歐盟和美國近期其他領域取得的進展 當然很多歐盟國家 不願意為這件事展開一場貿易戰 雖然馬克龍和索爾茨說不怕 那就硬吃吧 你不願意就硬吃吧 因為 其實剛剛才暫停了之前圍繞飛機補貼以及特朗普時代 降旅關稅的爭端剛剛才解決了不想又 搞多一次 太久了 爭端搞得太久了 現臨歐烏戰爭和拜登政府 向 基庫提供的巨大的財政還有軍事開支的支撐 其實歐盟亦都覺得 沒有了他們又少了一點 始終烏克蘭都是歐洲國家 如果拜登突然之間說 不硬或者硬少一點烏克蘭的話 歐盟亦都害怕 因為歐盟近烏克蘭 亦都希望 和跨大西洋的美國 保持團結 當然 這個降低通脹法 的憤怒其實在歐盟國家當中都在發酵 令到他們升級為 歐美之間的一場重大糾紛 當然是有代價 到時拜登說我不保護你們了 或者共和黨不讓我給那麼多支持給烏克蘭 你們給多一點 這招絕 這招很絕 捉老頭果然很厲害 他有什麼做不出 他笑口細細 但我覺得他做事比特朗普辣辣多 不過是那些傻子才說 特朗普好東西 懂得說 起碼把口可以說 不就只有把口 做事才實際 是不是燒騎騎放毒蛇就是這樣 沒錯 我們看看 歐盟的官員說 他們不認為歐盟有什麼 秘密武器可以搞定這場 紛爭 哪有秘密武器 對話 又一早洗出來 又一早拿出來 另外歐盟的外交官 也說美國的補貼 是一筆令人難以自信的巨款 我們歐盟是無能為力 你又告不了他 或者不敢告他 你又沒有他那麼多錢 用在補貼 那就無能為力了 你說他公不公平 是你說不公平 拜登覺得很公平 他說 我已經顧及我的盟友墨西哥 和加拿大 很公平 不過你們不在北美沒辦法 當然 意味著 歐盟是否可以 洗錢和美國抗衡 都可以 他也有自己資源 但是 現在歐盟的能源危機比美國大很多 錢是否應該 可以用來 搞一下天氣和石油 歐盟 已經在他們8000億歐羅 這個叫Next Generation EU 計劃 框架下進行撥款 這個計劃要求每個成員國 將至少37%的國家 復甦支出用在和氣候 相關的投資和改革 歐盟 你記住37% 其實有些國家是不肯的 是不肯 這條數也挺金的 而且你們27個國家同意才可以這樣做 你不和美國在一個獨立國家 他的意志就是 就是一個國家的意志 不是27個國家的意志 歐盟也可能 在 利用 他們區域援助機制向綠色項目撥款 並且支持輕能、電動車的電池等等領域 的舉措都可能做 與此同時他們想著尋求 和RepowerEU 能源計劃 大家一起結合一下 合作一下 這個計劃是為了令歐盟擺脫對俄羅斯 石化燃料的依賴改善 這個能源基建 浪費了 都是做基建 你對企業不是補貼 人家企業為何要去美國 因為補貼大 還有能源供應方面也穩定 是的 其實 一些歐盟的政界人士就希望更進一步 這個星期 其實馬克龍就會去華盛頓 他也曾經提出一個叫 購買歐洲貨法案 就想著 向 這個 歐盟境內的公司提供支持 另外 德國 經濟部長哈佩克就呼籲強而有力的 歐盟一起的回應 包括補貼 亦都說 我們歐盟國家必須 令到我們的公司有能力在全球競爭當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尤其是領先技術的地位 他可以說 我們雖然遷移了在海外 但依然是歐盟的公司 我們總部是歐盟 但生產力 就不是最大在歐盟 其實 歐盟會出台自己的降低通脹法案 歐盟其實 亦都是綁手綁腳的 在兩個關鍵方面受到弱制 第一 他們不願意複製美國 立法當中 的國產含量條文 其實 很多歐盟的律師就說這個條文是違反世貿規則 你看看美國多惡 違反就違反,我照行 吹嗎?你不就告我 這樣的條文可能 會令到歐盟面臨其他貿易夥伴的挑戰 亦都會 令到 美國可能 亦都對歐盟不滿 你看多不公平 我 歐盟對你不滿 你就當是以變風 你對我不滿 歐盟就很害怕 所以都是有自己獨立政策 好一點 更加重要的是 歐盟層面 可投入 補貼的資源極為有限 在成員國的層面上 因為公共財政亦受到疫後的影響 而且你知道 歐盟是一個貧富懸殊 相當相當大的 聯盟 你看立陶宛 你在愛沙尼雅 你在拉脫維瓦如果被烏克蘭加入了更高 你看歐元區今年的公共債務 相當於 GDP 8分93的水平而且居高不下 另外 德國當然等一些成員國 擁有 提供更多補貼的公共資金但是 風險在於 這樣就令到單一市場內部進一步失行 是的 你自己用自己錢 那些窮國家都是 都是少你的 德國自己2000億 2000億歐羅去補貼 民眾 但是他們都說 你們花那麼多錢我們怎麼辦 當然 為了應對新冠危機和近期的能源 危機 其實一系列的臨時措施意味著 為了保持歐盟內部的公平競爭 內部他的公平競爭 你記住 你有錢真的不是大了他都罵你的 有錢他都阻止你去花錢 德國也是綁手綁腳的 為了 維持內部公平競爭 就麻煩了 好像立陶宛 你又要給他競爭能力 那你就變相要 削了自己的競爭能力 哈哈哈 是的 所以呢 為了保持這個歐盟內部公平競爭 的環境 歐盟成員國 的輔助規則 其實 亦都是被放寬 你輔助那些 國家 等於其他 大國又要付錢出來 就是這麼簡單 這些錢給了好像德國 你輔助其他 窮國的話 你自己的實力也是削減了 你不像美國 美國只是一個國家 一個總統 哈哈 好 也是那句 大佬吃硬你 不用說那麼多 最多是笑口細細 哎呀我們想一想 他就不想了 哈哈 好 今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